大家好 六月份之后也是兰花双眉病的一个高发期 那么预防双眉病呢 其实方法很简单 只要我们平时注意一些细节就可以了 首先呢是用药 一般用药的话呢 在家庭使用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厄美磷 厄美磷呢 它是针对土壤杀菌杀毒 而且呢 它是一种内吸型的 所以说呢 它既可以预防双眉病 也可以预防根腐 禁腐 还有兰花的月斑病 它的预防范围比较广 所以说呢 像这种厄美磷的话 非常适合家庭使用 那么第2个 预防方法呢 就是 改变养护环境 因为兰花得双眉病 主要是由于 环境不通风 浇水长期积水造成的 所以说呢 我们 把兰花放到通风 阴凉一点的地方来养护 平时浇水不要给它积水 尤其是我们给它施肥之后 千万不能给它积水 那么这就是 预防兰花双眉病的 高效 简单的一些养护计较 大家一定要谨记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